最近有粉丝留言说 花几千块买的大品牌电动车 不到半年就毛病不断 那买车到底是看品牌还是看产品呢 今天你可以好好看看了 其实买车品牌很重要 但是大品牌有烂车 小品牌同样也有好车 所以今天我就用一分钟教你如何识车懂车 通常行家都是通过这五个方面来判断电动车的豪坏 第一就是电池 电池是电动车的核心部件 那电池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是品牌 现在电动车电池的大品牌有天能和星痕 只要是新电池用两年都没有问题 其次就是要看电池是不是原厂生产的 一般原厂生产的电池比组装厂生产的更有保障 最后就是要看电池是不是翻新电池 如果说是新电池 它会有防伪标签 可以通过防伪标签跟官网查询是否匹配 第二就是电机了 动力的核心 常见的高品质电机有金与新博士等等 不过一般有的大品牌电动车也有自己的电机 电机能用5到8年 但是要保证要符合新国标标准 第三控制器 作为一辆电动车的大脑 好的控制器声门不高 也有一些大品牌有自己的控制器 现在常见的控制器品牌有金会安赖达等等 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四刹车 叠刹自然是要比古刹好 也可以从是不是进一刹车以及刹车距离来判断质量 最后就是轮胎了 目前主流的品牌有朝阳正信轮胎 可以根据泰马的质量来判断胶质 不易折断的更难用